像这样的车,是拆还是修,从维修的角度,这样的跑水车维修价值不大,因为所需的配件钱可能比老车还贵,与其修不如买两二手车,即便有维修价值,修好以后也有很大的安全隐患,所以即便是修好了,可能过几天故障灯又亮了,烦恼多多,不修难道当拆车件,这种好车之所以抢手不完全因为拆车件,有些人之所以愿意收这种跑水车,主要是因为手续,这种车手续齐全,别说跑水车了,就是撞得稀巴烂,只要手续在,依旧比家用� 国内有些水车就是靠这种车的手续上路的,现在大家明白为什么有人愿意高价回收了吧?